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 这个三字经里面都有 那么四路八字命理学里面是三宝什么呢? 凡事都讲一个天地人,我们人之为人生 在这个人世间,那么也分为阴阳跟阴阳中间的产物,都为散 再延伸很多,佛是佛法僧,道是道经师 那么四路八字里面就是财观音 为什么? 首先,人法于地,地法于天 先要受地的这个层约束 那么从最低等能量 其一灵 一荤 这个植物 就是地要承载它,要培育 那首先要生它 这个生计远远不断 天也是生的 那么天是土气的 地是纳了气之后 你人 也是同样如此 要先纳这口气 小孩子在墙包里 你要慢慢地培育培养 所以是硬 什么时候都不能缺 你缺了硬 你就尽气少 出气多了 那就人很快就完了 很多人把自己没有印 好好反思一次 你到底内在有没有东西 你是不是好奇也太多了 因为 为大地 也为母亲 那无偿的 我们首当其冲的就是正义 异性 为有形之声 特意 即使说 举个很不恰当的例子 最最难听的话 那你吃多少家的水 算是女子干什么什么行业 乃至被包 被养 那她有印 也是 至少有房子 甚至 有证书 就这些 此类都为印 你总能活 总能 活得下去 这是最惨 那偏印 相对就不好 再说 财 也是正财 意境 只为好 我科 只为财 财 财为养命之源 为什么讲我科 人 法地 不只要 从他当中 学习 提取 还要能够控制他 天 为好生之的 地 在地上 一物 相依物 也 此为 自古 其财 同物 正财 对男人来讲 是正气 一个家庭 一男一女 这才是生生不息之本 我能控制住的 那才叫 我的 财 正气 那偏财 也是在说 所以说 财 是重要 尤其现在年的 都讲到这个 一说财 一说钱 眼睛就一亮 那这样的 肩膩也开 还有就是 这个财 当然多了 也不好 也容易破 那你就消耗太多了 你拿不起来 那么多 但是物 不是人类 这个物 就新手年来 比较轻松 然后观 观 刻我 怎么又好呢 世间 有世间的法则 天道有天道的 规律 你要 接受他 这个最大的约束 不能无法无天 所以贵 你要受管 又能驾驭他 再去管别人